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晚和大家一起探讨医疗事故法 医疗事故法立法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医疗事故搞分 以及维护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但这部法案已经谈了差不多超过10年的时间 到现在都仍未能够立法 究竟中间存在什么困难和争议呢 由于这个法案涉及内容太多 今晚节目时间也有限 所以今晚主要是由这部法案存在一些争议去进行探讨 介绍我们今晚邀请到的嘉宾 分别是有立法议员欧锦生 你好 欧议员 你好 以及医务委员会委员陈锦铭 你好 陈先生 你好 大家好 以及公立医院医生协会会长戴华浩 你好 戴医生 Hello 大家好 今晚节目同样是欢迎市民 透过热线电话或者微信和我们互动交流 热线电话2878-9192 微信迎光幕上会见到 今晚我们开港同样是会抽选一名最佳的互动观众 送一张由珠海澳特密国际回宿 Solotay Sport提供的价值1000元消费券 在节目结束前我们会公布抽选的观众名单 在正式讨论前看看今天我们的重点新闻 新城一一区建造工程开标 建设办一共收到8份标书 同一工程早前因为有两份标书出现同一造家 当局需要重新招标 工程亦由原定的去年第三季 延至明年的第一季动工 建设办工程职务主管许振邦表示 二一区填海进度不会影响周边设施的规划 新城一一区填海工程期最长七八天 建设办指出今次的招标如果再出现同一造家 将对比工程内的三个分项造价 即是陆域形成以及地基处理 西海提工程以及北海提工程的造价 新城一一区免息为33万平方米 轮近兴建中的不安码头 主要规划为公共及社区设施 交通基建设施 商住社区以及多元化产业用途 立法会第一上次委员会初步完成讨论 有关建筑师和城窥师专业认可制到办案的所有条文 委员会希望政府在立法会休会期间争取完成新的文本 委员会主席关翠恒表示 与政府基本无争议 业界在专业登记之间 则有比较强的诉求 希望指限澳门永久居民 关翠恒认为比较难满足 委员会和政府都认为 不能阻止非永久居民登记 本欧右而托压紧张 又舆认为博企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为轮班工作的员工提供相应的支援 社工局长荣光耀表示 博企属下的娱乐场地点接近博彩区 并且有大量的旅客人流 比较不适合提供托儿服务 但已经积极向博企表达托压紧张的情况 希望在新落城的娱乐场设计 可以加上相关的考虑 荣光耀表示 当局会就托儿服务是否立有 赌牌续约的考虑向相关部门反映意见 好 回到演场 今晚主要和大家探讨医疗事故法 以及它当中存在的一些争议 以及如何订案才能够保障医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目前这个医疗事故法 已经在三常会讨论阶段 究竟这个法案 为什么谈了十几年到现在都未能够立法呢 不如我们现在先一起来看一条新闻片了解一下相关的内容 2002年特区政府成立医疗拐架咨询委员会和三个专杂小组 其中有法律咨询专杂小组负责草议制定医疗事故法 2002年至2004年 相关专杂小组已经完成多项咨询 当中包括医疗事故法的咨询 2004年8月 特区政府成立医疗事故法工作小组 负责医疗事故法的草议工作和意见征扎 2005年至2006年 进行了两次的公开咨询 合共收到900多份的建议书 但仍然未能够突成公式和迫切解决问题 主要是出现赔偿和医疗人员购买保险两个难题 2011年5月20日 有关方面举行了医疗事故法的讨论会议 经多封讨论 很多法律专家都认为 立法政策将枉建基于过措的医疗责任的方向发展 并认同制定这部法案有其难度和复杂性 同时有意见提到 医疗事故法法案应着重于解决因医疗活动引起的有过措损害 而不能将所有不良的医疗结果 尤其是因个人体制以上 病风的转变等视同医务人员的过措 不能将医疗风险和医疗事故混为一谈 2013年10月 立法会全体大会一般性通过 处理医疗事故争议的法律制度处案 并对医疗事故作出定义 医疗事故是指 医疗服务者在公共或私人医疗领域为预防 产断治疗以及空服的目的 因过错违反医疗卫生方面的法则指引 职业道德原则 专业技术知识和常规逐出的行为 以对着产者的健康造成损害的事实 对于这个定义 封肩没有太大的意义 但有以原则医疗事故禁定委员的公信力 医疗争计调节中心的功能 以及专业认证等问题提出质疑 并有业界对法案未有立入医疗事故责任保险表示关注 目前法案正在立法会深常会讨论阶段 法案中仍有不少的条文存在争议 预计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细则性讨论 究竟本欧制定医疗事故法的难度和复杂性在哪 当中存在什么争议 导致法案超过10年仍未能立法 法案应该要如何制定 才能有效保障医患双方合法拥益 及解决着事故的纠� A请入侵犯 跟现场报道 想跟大医生相谈 这条案已共产十几年 为什么到现在都未 Stage . 做法案 因为这是最大的困难是哪 都在谈 custom 数年 好像是2002年开始咨询 经过两轮咨询 虽然说现在一般性通过 但是似乎短期内都很难看到它可以推出 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就是 一部法案 看回它的立法原意 为什么要推出这部法案 其实目的的立法原意应该是 在保障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受到损害 可以追讨到自己的赔偿 追到责任的同事 更加重要的是 同样重要的是 应该保障到我们医护人员 可以在一个安心安全的环境下 行医 去病人服务 如果这部法案这两个事情都做不到的话 那何必去立立一个法案呢 其实我们看回草案 其实很多事情是未做到 无论在保障病人权益 还是保障医护人权益方面 都是有待改善的 所以我觉得很多细节是真的要谈 我觉得主要的困难还存在 嗯 那和欧议员谈一下 其实这个法案 现在在三常用里面少数讨论中 虽然你也不是那里面的组员 但是也看到你是有参加那里面的讨论 其实目前你们讨论的 那个争议最大的点在哪里 那基本上可以说一说 刚才主持人说 这个法案十年 这个说法不正确的 因为真的成为一个法案 来到立法会 就是去年十月 到现在正是一个会期 差不多十个月的时间 那这十个月时间里面 其实除了一般性通过之后 跟着都频频开会 那我即使不是第三委员会的成员 我都因为这个法案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法案 我都会经常参与 参与可能去参与讨论 现在都是几个重点 包括合同责任制和非合同责任制之间的分别 医疗事故监定委员会的组成 他的职能 以及他的公信力等等 亦都会提及到医疗保险的问题 基本上是覆盖了那几个点 至于这个法律 为什么会一个这么长时间的酝酿 到现在都未能成功立法呢 其中当然 可能前期工作 可能陈先生熟悉一点 因为法案未来 我们之前在他们的委员会讨论 关键的地方 主要是立这个法案 就算法案已经一般性通过 仍然有社会上有质疑的声音 例如律师公会 都质疑究竟应不应该立这个法 因为他们有一些比较权威的人士 会认为 现在的文法制度 已经可以透过这个文法 如果在医疗活动里面 产生一些问题的时候 其实现在的文法点方面 亦都可以覆盖到这个东西 所以他们甚至认为 根本不需要立这个法案 这个当然是一个很明显的争论 因为实际上 如果真的可以这样解决到的话 社会都不会这么大的呼声 需要立这个医疗事故法 另一个就是 曾经在最初 在酝酿这个法律的时候 都牵涉了责任赔偿 和无责任赔偿的问题 最终在政府来说 立法取向都已经是一个责任赔偿 因为这一点上 如果用无责任赔偿的话 会可能令到医护人员更大的压力 会造成一个 在患方方面完全保障到的时候 医疗服务提供者本身 他就会一定趋向保守 你伤风感冒我就帮你医 有一些风险我就不帮你医 因为无谓我帮你医了之后 就可能会导致了 手末很长要不要赔偿等等的问题 所以在这一点上 政府最终采用了责任赔偿 现在我们来到立法会的时候 基本上可以说 我们整个医疗事故法里面 就是刚才说的几个核心问题 其中尤其是 相信医疗事故 鉴定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能 是一个相当核心 基本上整个医疗事故法 成败在于这一道 能不能够有足够的公信力 去做到这样的平衡 如果能够做到的时候 其实问题就会解决一大部分 我想跟第一生谈 刚刚欧宜他提到 这个培长可能会影响一些医护业界 医护业界区医医医保守 会不会影响 反而这一步法案 定了出来影响医生的行医水平 所谓的保护性医疗 就是所谓的保护性医疗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一定要给到什么法 都好给到医护人员 在一个安心和安全的环境之下行医 如果他害怕的话 他一定有实施保护性医疗 就是说可做可不做的事情 我一定不做 如果我做了之后 我会给你追讨赔偿 给你捉我的 我为什么要做 就是如果一部法案 是造成这样的后果 你不立不合也罢 反正文法典都有这个赔偿途径 所以你真的要平衡这两样 医患双方都要得到保障 我想跟程先生谈谈 其实这部法案 拿出来之前 官方其实有和你们开会 谈过和介绍过 我也想了解一下你们医委会 里面是怎样看这部法案 有什么意见在里面 大家都知道 刚才说到 在2002年成立了这个医改会 就是有一个法律小组 去制定这个有关法案 在2005年和2006年 亦向社会传咨询 在2012年 就拿到第三次协议会 有一个研究报告出来了 另外就是去年 去年就是10月份 正式拿到立法会讨论 一般性就通过 但是这个法案 在医学界和患者方面 是一个重要的法律 所以我们在介绍的过程里面 我们也讨论到 基本上是以这个过错的 有责任的作为赔偿 那个原则和方向 去定立这个有关的法律 所以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我觉得 就是没有责任的那些很难 有责任的 它是违反了一些医疗的守责 一些道德 一些这样的标准的时候 相信这个是一个立法的方向 这个法律来说 我相信对医护双方是有利的 如果是通过了 如何通过这个 郑华和欧议员都说到 在那个监察委员会里面 如何能够有一个公信力 现在的法案里面 提到有七个成员 至少有五个是专业人员 那可不可以多一些专业人员呢 在我们的介绍里面 大家都有一些认同 就是是不是这个委员会 是这么专业的 是不是全部都是医护人员呢 那从这个立法角度 我觉得也是值得相確 全部医护人员 可能在患者的角度里面 是声音少了 从医疗的角度来说 是专业性的 是必须的 所以呢 照顾到有关患者的角度去考虑 增加有一个或者两个的人在那里 是反映一些意见 我想就会比较中衡一些 其实可以和大家现在分享 就是现在这个三成会谈谈 一个医疗事故化的一个比较争议的点 就是要采用这个合同的 合同制不制 还是非合同制不制 这个我想和大医生谈一下 就是都想问一下你的意见 就是现在目前我们 是不是公立医院 是采用一个非合同制不制 接着私入医院 是采用一个合同制不制 目前是否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这些法律名词 都令到人很难明白 我相信是一个举证的问题 就是说一件事 一个医疗事故出了 究竟是需要 或者病人去找医生追究责任 究竟是需要医生拿证据出来 证明自己没有错 还是病人去找证据证明医生有错 这个其实就是合同制和非合同制的区别 这个其实民事责任 通常都应该是一个非合同制的方法 我相信 你要医生证明自己没有错 其实是不难的 但是要病人拿证据出来 又不是那么容易 是不是需要中间有一个缓冲 就是说 有一个监政委员会 就是协助病人去拿证据出来 去搞清楚这件事 究竟是发生什么事 这个过程 我相信这个过程就叫做非合同制 或者议员会更加清楚 其实他们现在谈论非合同制的意思就是 如果出现医疗事故的话 就要由这个患者去举证证明医护人员是有错误的 这个就叫做非合同制 现在要做这个取消 我相信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就是你是赠承 我赠承 你赠承 现在的情况 的而且出现一个 就是究竟 因为现在现行 这个法未立之前 现行就是私人意义 医院比如镜户 它是用一个合同责任制的 而三顶医院和卫生中心 它是用一个非合同责任制的 两者最大的区别 就是在于 合同责任制方面 那个就是由医方来举证 证明自己没有犯错 就是当然在投诉之后 要医方服务提供者 要去证明自己没有犯错 而另一方面 非合同责任制就是 就调过来 就是投诉之后 如果要处理的时候 病者就要证明 整个服务提供者犯错 一般来说 民事的赔偿都是这样的 你说我要一个赔偿 我一定要证明对方犯了错 然后才能够 要杀取赔偿 于是现在我们现行里面 一个澳门 一澳两制 这个问题的时候 似乎是不太合理的 所以现在政府 整个立法取向 就是将统一为一个非合同责任制 就是说全部都是由这个 将来由病者去病者去举证 因为这一点上 可能好像对患者 不是很公平 但是问题 其实就算是合同责任制 里面的医方举证 都仍有一个问题 如果医方举证了 证明我没有犯错 证明我没有犯错 如果你在患者方面 你要反证他有犯错 其实患者也是要举证的 不是说他真的可以不用举证 因为在服务提供者 当然是证明他自己没有犯错 但是你如何推翻他这个无犯错 你也要举证证明 推到他 所以实际上 仍然是存在一个所谓举证的问题 或者证定 或者证定 因为说到这个患者举证 我们现在联络了一个 算是东市人的亲属 他曾经都是因为要举证 走遍很多政府部门 或者我们现在电话连线 有一位是十年前 因为一中医疗事故的患者家属 陈国生先生 陈国生先生是不是在 陈生你好 你好 我们今天探讨选医疗事故法的问题 想问一下这方面 你有什么意见 我正式是过来人 十年内 不断地为亲人找个真相出来 刚才讲举证的问题 其实我们有证据在那里 又如何呢 好像现在司法当局 收到这些证据 不让你拿去鑑证 有几千个指民 已经证明了 签名是有问题 需要拿去鑑证 但是竟然 司法当局收到它 即使你又忘了什么 合同也好 合同也好 都没有作用 因为最后是鑑证 结果就被人锁住了 可能因为患者会对医疗专业知识 以及医疗过程具体的情况 不是很理解 这句话我是在网上看到的 所以他们要建议设立医疗事故禁定委员会 这个会有七名专业人士 其中有五名医学专业人士组成 你怎么看这个医禁会呢 程生 其实很重要 这个鑑证人士非常非常重要 我曾经在这个资讯期间 电邮局被立法会 要求他千万不要找澳门的人做 因为澳门就太小了 他们的关系就太密切了 一定是互相包庇的 可能公信力会不足够呢 公信力是没有 因为我已经经历过 所谓的医疗活动 医疗评估中心里面的专家 里面的证据有本事 和我删除了它 里面内部所讲的 在结论报告里面 是完全没有了 还是完全违反医疗常规西医 很简单 就是说医疗常规 你跟医疗常规做 没有人会怪你 但是你不跟医疗常规做 死忧人 医害人 你就不负责任 这样就是不通的 是不是 程生 你刚刚提到医疗评估 医疗事故 医疗评估中心 是不是 是 你有去谷边投诉过 是 我就是因为最初 在医疗申诉中心投诉了之后 我还拿一些证据出来看 它竟然说什么 我们不会给你的了 你除非去民事法庭 去法庭申请 我就会交给法庭 否则我是不会给你看的 所以我们小市民 就没办法拿到证据 就是这个原因 嗯 嗯 那最后 因为 最近都入天 我最后想问一问你 那现在 这个立法会小组会 是讨论中 要采用这个非合同责任制 就是 患者自己举证 其实刚才你都谈过少许 以你的 清山山经历 你觉得 如果采用这个非合同责任制 对患者 举证方面困难大不大呢 你觉得 其实当然 举证是最难 那个非合同责任制 但是 这两个合同责任制 都不紧 都不是大问题 最重要是有一个 有公信力的 鑑定中心 鑑定中心 可以将一些证据拿出来 给市民看到 给患者 或者医方看到 哪里出现错误 哪里没有错误 去印证这件事 因为对那个受害人 医生也是一个部长 但是现在就是 这位医疗活动生育评估中心 都已经是专家 是没有公信力 你无论 你一家习嗦氧 始终是做不到的 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那间 鑑定中心的人 是否有良心 是否有专业 就是这样子 嗯 有没有其他意见 陈先生 有啊有 我继续 这星期六 继续在关习 拿签名 希望有些有心人 或者来了解一下 不知道内容的话 可以来支持一下 或者了解一下 我仍然在关习 星期六 继续收集市民签名 已经有八千多个 市民签了名 希望司法三国 肯拿一些证据出来 好 那 多谢陈先生 今天跟我们电话连线 都给了很多意见 一会儿我们会探讨 或者现在会有天的天药 再和大家一起探讨医疗事故法 一会儿见 欢迎到现场大家收看 简介年花卫视的现场直播互动节目 我们开讲 今晚和大家一起探讨医疗事故法 在上一节 我们和大家探讨医疗事故法 我们和大家探讨医疗事故法 和医金会 我在这里再和大家解释 就是 现在政府 即现在三常会 傾向采用医疗事故法 意思就是 如果发生医疗事故的话 就要由患者去做一个举证 证明医护人士是有错的 但是 有于可能患者对医疗过程的具体情况 和对一个专业的医疗知识 不太了解 所以 法案内 就建议 如果发生医疗事故的时候 就可能会建议 医疗事故禁定委员会 我们简称医疗会 可能会对这个弱势的患者 在举政方面 有一定的帮助 有一定的作用 刚刚陈国三先生 都认为 医疗会非常之重要 同时三常会 都认为 医疗会的成败 是决定了立法 是否能够发挥作用 这方面 我也想欧议委员 你回应一下 好吗 的而且确 如果用非核同责任制 其实不是三常会 决定非核同责任制 而政府的法案 基本上它的意向 就是统一了 用非核同责任制 非核同责任制 如果要病者 要患者举证 的确是一个很大困难 因为第一 不专业 第二 如果要做手术 推入手术室里面 究竟医生有没有犯错 你叫他举证 怎样证明医生犯错 也不可能 所以唯一这样的情况下 现在在医疗事故法里面的一个机制 就是设置医疗事故禁定委员会 由一批专业人士来 去做一个鉴定 后数的时候可以做一个鉴定 当然现行有医疗活动评估中心 就是刚才陈生所说的 但他也做过不少工作 亦的而且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可能在个别个案里面 也可能会有这个批评 现在我们在医疗事故法里面 可以施纳医疗事故禁定委员会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在这个现行的医疗活动 评估中心的基础上面 会更加进一步而完善 譬如说我们可以加大他的调查权 在他的组成方面 可能会更加需要 譬如说 现在我们说七个人 这七个人都有争论 究竟七个人够不够呢 就是我们在立法会里面有争论 这七个人里面都可以 包括本地或外地的人员 就是政府可以聘用的时候 所以一定程度上究竟 只是纯本地行不行呢 这个就像陈先生所说 有时会出一些公術来缺乏 因为不要说澳门 就算是香港为例 香港这一类的评价委员会 医管会他们作出一些判断的时候 都会引起质疑 因为香港不是中大或港大的 你是那几间的 不是师兄弟 变成一个圈子 始终是一个圈子的时候 会被人质疑你的公证 澳门更加小 在这样的情况下 所以未来那个 包括有本地或外地 也有设立一个制度 可以聘用一些外地的专家顾问 来提供意见 对一些个案来说 这一点上可能 希望能够加强公信力 另一方面 比现在医疗活动评估中心 那个调查权的范围大很多 能够主动进行调查 能够做一些监证等等的工作 在这方面 期望甚高 对医疗事故的监定委员会 在立法的时候 的确我们也很充分讨论 讲齐各种各种的顾虑 官方就比较定心愿 如何他会尽力去解决问题 但是这个 立法就是立法 立法的过程中 能够尽可能考虑多些事情 但是实际上的法律 出来之后 他的运作是怎样呢 我想这个真的需要在立法之后 跟进来进一步去探讨 陈先生 刚刚陈国森先生 建议如果这个医疗会成立之下 要引入外地的专家到里面 才会提供公正性 公正的公信力 你怎样看这个建议呢 事实上我们的医疗会 都讨论这个问题 医疗会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是我们的专家学者 我想不一定规范是本地人 我想相信在国际上 或者香港 或者内地 都能够有些专家学者 能够支援有关医疗会 对于公信力 我想会大大提升 亦是对于我们的医患双方 都是有更公平的一个保证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医疗会之外 是有一个调解中心的 在法案里面 在之前里面有没有调解可能呢 要医患双方有一个如何协商 通过这个调解中心 能够做得更加协调有关医患双方的关系 戴医生 其实我也很想问一下你的意见 今次这个法案 他就规定医禁会的成员 有七名的专业人士组成 至少有五名的是医学专业的人 刚刚陈生他也说到澳门好了 可能人物关系很紧 可能他要查这个医生 可能就是他的同事或者朋友 会影响医检会的公信力 你有没有不同意见 我觉得其实医检会的争议 不应该集中在有多少个委员组成 或者有没有本地人担任这件事 因为其实你讲到 这些委员 其实他不是做每一宗具体案件的鑑证 做不到的 我们医学那么多的分科 你七个人哪可能做到所有的案件 七十个人都做不到 具体他一定要就某一宗案件 他会另外再找专家 这七个人我相信是做一些技术性的协调 或者最后根据一个具体报告 诺结论去做这件事 就某一个案件 他肯定譬如一个我举个例子 一个副科的例子 假设这七个人没有一个副科 他绝对不敢对这一宗 因为一个产妇死亡的具体副科案例 去做任何的决定 他一定要另外组成一个委员会 去判断这个副科失误过程 在哪里 就要看了 一个具体案件 在本地找不找到人 或者找不找到 譬如有些 你只有几个副科医生 可能每个人都需要做一些利益迴避 一定请不到人 又或者没有这一方面的专家 你就去外面请 不矛盾 和这个委员会的委员组成 有没有外聘专家是没有矛盾 请外聘专家 其实也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就是人家在外面 一个委员会是常设机构 可能两个星期开始 四个星期开始 他哪有空去理你 我相信在外面有委员 是不现实的 但是每一个案件 你规定 一定是一个海外独立的专家来参与 我觉得这件事可以去操作 你觉得这个方向多 7人组成5名的医疾专家 他看多少人 我没有意见 但是就看方向 你再多人 因为这些人不是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只是做一些技术性协调 我理解 或者现在听听家庭观众 姐小姐你好 你好 姐小姐 你好 我是讲医疗事故法的 因为之前就有一位 陈国森先生 她的女女 就做了植物人 因为医疗事故法 没有立案 还有我觉得医生 正常来说 就是会是救人 救人扶伤 但是我自己身为 我都是病人 我去过很多次医院 其实 我觉得 不是那么理想 有一次 我自己血压高高得很重要 他只不过给一粒 是 姐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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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小姐先断了 那个危险性 高到很高 差不多200度 高压 姐小姐 或者你伸一伸电视的声音 好 嗯 嗯 接着呢 就是给了一粒药丸 吃了 就坐在一旁 都没有什么动作 其实 我想如果是在 其他医院 或者国内的医院 如果高到这样 我相信会留意 但是我们的政府医院 是没有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的医疗 是存在有一定的问题 嗯 你有什么建议 实际的建议 那我实际的建议 当然 每一样手术 或者每一样的病情 都是有它的风险 有很多因素 但是如果是人为的 我觉得应该是有 要问责医疗事故法 这一样东西 嗯 你都希望医疗事故法 快点立法出来 是不是 其实应该是立法的 为什么他们不立法呢 根本他们自己 其实他不是不立法 他现在在谈中 是 谈了很久了 十年了 是不是谈十年那么久呢 欧议员 欧议员在这里 对了 问一下欧议员 没立十年 其实在立法会来说 其实在谈中要立法 谈了十年 只不过 这个法案出了十个月 是 十个月都没有头税 不是 是有头税 有 不过的确它的法案是比较复杂的 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我们需要很小心 因为如果你立一个法 是粗粗疏疏去 就尽快立法 立法出来之后 如果真的保障不了的时候 那你立法来做什么 所以现在我们是 都是很紧小慎味 我们第三位委会主席 郑志强 常常强调 我们慢慢来 我们很仔细 很小心 我们有大把时间 就是他的说法就是 我们那个会期 可以整四年的会期 来到尽力 立好这个法 那这个就 表示了他的决心 是的 希望 希望真的会立法 好 谢小姐有没有其他意见 補充 我们的政府医院 还继续要进步 因为我们很多医疗 就 医生 考了牌就做医生 就是我们没有一个 这些叫做什么 医学院 我们的医生都不得进步 就是随其 我觉得他好像上班 就是为了上班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 政府医院提过医生 或者去另外一间私立医院 我觉得他们不是那么好 不明白你的意思 多谢谢小姐的意见 或者下一位观众 林生 你好 林生 你好 大家晚上好 欧议员很开心 可以有机会跟你交流一下 好的 其实我个人的意见下 我觉得立不立法 其实都不是很重要 我其实觉得这件事 应该是回归专业的 澳门现在的医疗情况 其实跟大陆很类似 大陆很多医疗事件 你说每一次医疗 都是病人不对 病人家属不对 又很难说 每一次都是医院医生不对 又很难说 这个情况出现是因为澳门和大陆很近似 缺乏两件事 澳门缺乏什么呢 第一件事就是缺乏医务委员会 香港医务委员会 是两件功能 第一 就是专业的认责 你能不能成为职业的医生 就要去医务委员会那里通过 第二个 就是说当有医疗事故的时候 医务委员会作为仲裁人 甚至好像前几个月 一个香港的名声 sorry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两夫妻 那个小朋友出生的时候 因为医疗事故 引致不幸腰折 他追求这个公义 那结果医务委员会得回来的 就是那个医生 专业失望 被停牌两年 这个是专业的判断 当然也都有其他的技术的问题 但是起码有个专业判断 是吧 但澳门现在没有 那你当为那个评价呢 有些类似 因为迟来的正义 都可以勉强算正义 但是最担心的就是 他只是有一个评价的职能 而没有一个认证的职能 就是说 这些人能不能做医生呢 他根本完全是没有做医生的条件 我不是说他专业技能 是说他的道德技能 不是道德那个心态 因为 专业呢 有两个 有两个比较少数的专业要发誓的 一个是医生 一个就是律师了 他们要宣誓才可以执业的 很多人以为呢 读医生第一堂呢 是教汤师其实错的 第一堂是道德科 除了在大陆之外 大陆我不知道 因为大陆 我真的不知道 大医生不知道是否在大陆读医科 如果是的 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 如果其他外媒 包括欧洲 美洲 或者是香港 读医科 第一堂是道德科 你先接受道德 如果你没有道德的心 没有道德的水平 你就算有专业技能 多厉害都好 你都是一个坏医生 你都是对病人 不负责 所以 医务会不会很重要 这是第一 第二我想讲 因为时间问题 想讲就是说 这个医务市场 医务市场的开放很重要 如果镜湖医务沙黄 这个问题不解决 澳门是没有前途的 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说 你山顶是很辛苦 因为我有一次和儿子去山顶看医生 他真的很惨 做到点几钟 我儿子终于轮到 看完了 走了 接着我遇到医生 然后我认识的 打个招呼 我说点几钟 他吃饭了 他吃了三文字 继续了 这些医生真的 我觉得应该给他鼓掌 但是没办法 他做到死都没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主要的医权 医务的权 现在反而不是在政府的权里面 权主要是在镜湖医院里面 镜湖医院要做 你就有得做 镜湖医院不做 你就没得做 澳门来来去去 讲来讲去 要培养健康开放的医疗市场 镜湖医院一传单 在家里 就马上传单了你 是传单了你所有的建议 那如果你不解决镜湖 这个医务沙黄这个问题 你做其什么都没用 很简单一件事就是 都没定到条例 他第一时间表态 我们给你那些病例 只是折损而已 现在第一时间 政府出来说不行不行 不能折损 他不敢公开 点名批评镜湖 或者说我们公立医院 要给病例 一定是给了 不会折损的 为什么镜湖医院 要这么神神卑卑 鬼鬼祟祟呢 很简单 不可告人 很多事情 明白 你的意思是林先生 跟你谈到这里 先多谢你的电话 刚刚林先生也提到 一个很特别的点 就是他觉得 医务委员会的局势 非常重要 陈先生 你可否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医务委员会 医务委员会 已经讨论过 医生的注册制度 医护人员的注册制度 有些道德的培议 医疗技术的培训 医疗技术的培训 等等这些一系列的培训 都在他的注册 他注册之后的过程里面 每年都要有这样的考虑 才能够是有一个能够续期的 这个对于 我想医生也好 有提高的技术 对于病患者来说 亦是对于 有一个好的医疗的医生 我想是一个非常之好的好处 所以这个制度是非常之好的 或者我们现在去广告 广告我们再和大家探讨一下 另外一个争议就是 要不要够抢债 加入购买医疗保险的问题 待会见 Let's call 今晚和大家一起探讨医疗事故法 我们现在听听家庭观众黄先生的电话 你好 黄先生 黄先生你好 黄先生你伸一伸电视的声音 或伸一伸电视 是 不是 我是黄太 黄太你好 黄太 黄太 是 你伸一伸电视的声音 或伸一伸电视都可以 是 是 黄太 是 黄太 嗯 没有医疗事故法 到现在还没拿到 你怎么判我们败数 用什么方法 判我们败数 在行政法院 我们是要用申请法律判做的嘛 我们信律师 信律师 判我们败数 连判词都不给我们看 什么都不给我们 判我们败数之后 迫到我们要跳楼跳桥 十几年生活很艰难 就是谭世斌主席 都在法院指证他人为操作错误 道处决筹 医疗 医疗 你这个澳门的政府不是说 你没有医疗事故法 你怎么开庭呢 用什么方法开庭呢 黄太太 你们亲生经历之后 你都希望澳门尽快要有医疗事故法 是吗 是的 我现在澳门几十万争彩了 我已经论坛了 论坛了很多血部 我拐了都求他们 因为山顶 那个高医生很难拿出来 我一定要 他说今世也看不到 那你 就是你用医疗事 你用什么 我们是冤案来的 你现在两个医疗事故 一次 第二次留下金毒甲 我们是一个活生生的个案 这十几年很艰难 比死更难受 很痛苦 希望你们政府 你既然没有医疗事故法 你发生医疗事故之后 你要帮我们 用什么基金都要帮我们 等我们 等我们 就是 等我们有一个 有点 有点 幸福 有个自由 有点赐偶 赐偶 是的 赐偶给我们 你用一个基金 我们是冤案来的 如果 我希望市民看到 希望医生 或自己的良心 法官 你没有医疗事故法 你不 怎么判我们 白素 用什么方法 拿个良心出来 将心比心 我们十几年很痛苦 你没有医疗事故法 黄太匪 有没有去调解中心 去申请 有 是吗 是的 你问一下欧議員 知道我们的情报 就是当时医疗活动 评估中心的主席 或者是黄太匪 都明白你的意思 当然根据文化电话 我还要补充一点 因为张瑜司长在电视 在立法会 在10年的时候 都公开了 对我们的特别恩述 到现在都没有 是的 你问一下欧議員 欧議員 我们经常都欧議員 也有 明白 你的意思是 黄太医生 或者今晚跟你谈 先多谢你电话 欧議員 可否简单回应 黄太医生 她的意思 她说没有这个法案 她又判她败訴 现在 这个 当然根据文化电来到去 但这个也是很奇怪的 因为事实上 当时 连医疗活动评估中心 都证明了 山顶医院 在这一次医疗过程中的操作 是错误的 在这种情况下 结果就不获赔偿 究竟中间的法律 比较复杂性的原因 在哪里呢 我现在都搞不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 刚才黄太匪强认为 是没有法 没有医疗事故法 所以如何去判呢 这样的 的而且确 中间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这个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点 就是说 为什么特区政府 要立医疗事故法 因为事实上 中间有一些缺失 导致了 就算证明医疗事故 都会得不到赔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医疗事故法就更加重要 而根据刚才所说的时候 其实一个 亦都要指出一样 现在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医疗事故 鑑定委员会 即医检会本身 他最终可以得出的结论 就是究竟医疗服务提供者 有没有犯错 但是 他是没有处罚的机制 就是说 他只能提供一个鑑定的结果 然后 再由医患 但双方是透过调解 或者诉讼来处理 就跟刚才林先生说的 譬如香港医疗医务委员会 医疗委员会 实际上可以作出处罚 但是澳门来说 现在的医疗事故法 都做不到 最终要靠调解 或者司法诉讼 我们现在听听家庭观众 袁先生 你好袁先生 主持好 袁先生你谈谈你的意思 好吗 我的意见是这样的 澳门现在认识医疗法 是一早一早的事 但是医疗法之中来说 你本身又要有医疗调查小组 医管局类似这些东西 部门的 他的死因结果 你都没有 原谈死者家属知道 对不对 但是医疗其实那方面 不足够 医疗设备也不足够 是吧 警察问题 我们的澳门的钱 水澡库房都知道在哪里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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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买一些医疗设备 把东西放回来 坊间里面是很流传的 对不对 山顶就是害命 正乎就是谋材的 坊间里面说完这些说话 根据这些说话 就好好的检查一下 我们的医疗制度 首先和医疗制度着手 对不对 然后我们先点击医疗事故的发生 如何去鑑定 这是第二个部份 明白 原生的意思是 你要立医疗事故法之前 就要检查一下医疗制度 或者我们时间不多 再谈谈我们最后一个争议 就是今次法案 没有规定要强制购买医疗保险 但是业界和有意见都认为 要加回这些条文 而金管局前几天都回应说是好行的 我想和现场嘉宾谈谈 我想问一下大先生 其实有保险业界就反映了 本土医生的分类是比较模糊 例如有很多私人职业医生 有分专科和全科和西医中医 有些甚至是中西医合体 如果可能是一些门层的诊肺 和一些外科手术的诊肺 可能有不同 可能这些会灯在投保操作上 例如一些专业认证 或者一些金牙上 会有一些生意会通门立法的进度 这方面有什么看法呢 没错 其实医疗事故的所谓民事责任保险 正是我们业界最关心的一件事 我想也是影响到立法的成牌 一个关键原因 现在其实澳门医医人员 要去买保险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刚刚你提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专业认证未做得好 就是因为医生 或者即使是西医 就不是一个职业的 是有三十多个分科 每一个分科所做的事都不一样 就是需要去认证 就是说你一个专科 你可以做到什么手术 做到什么治疗 是每一样都要经过认证的 每一样的风险都不一样 我举例子 做葛南美 或者是葛一个脂肪楼的医生 还有我开脑的医生 责任是相差很远的 保险公司受的时候 保险费亦相差很远的 保险公司凭什么去铁定 你这个医生所做的行为 需要买多少保险 给你多少保险 这个是很难的 但是在外面怎么做呢 它是一个专业认证 每一类的亚专科都会有一个认证了 你经过多少小时的培训 做过多少例的病例 你才可以做到一种手术 这些一套的认证 如果做得很妥当 在澳门那里 保险公司很容易受到你的保 在澳门这件事 我们刚刚开始起步 就是每一个专科的认证 我刚才跟陈生都了解过 医生已经开始 谈好了整个 专业认证的统一制度 我相信只有这件事 统一出台之后 医生及保险才可以更加容易 医医人员购买 这是很关键的步骤 不好意思 现在要公布今晚最佳互动的观众 是陈小姐 恭喜你获得日诸侯 大美国际回数数 提示不提供价值1000元的消费券 待会同事会打批 我想问一下陈生 今次都有意见认为 如果加入强债购买医疗保险 会令医疗费用高了 说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你能否打批伤 医疗保险的问题 我想在业界里面非常赞成 我们在医疗保险里面 都请了新加坡有关医疗保险的专家 来介绍 我想相信通过医生也说 我们怎样的专业认证 注册制度能够建立它上来的时候 我想结合到购买医疗保险 我想相信是事半功倍的 将来是医患双方都有好处的 事实上 为什麽呢 从病患者来说 如果医生 告到他破产时 他没有职业 没有收入的时候 你的赔偿都是只有零 如果你在保险的时候 你通过这个保险 是解决了有关的情况 使得患者都能够有一个赔偿 这个医生更加 他在操作医疗 根据他专业的水平的时候 他更加能够 按照有关医疗的道德要求 技术水平去行医 议员是否担心 加入这个会 通过这个立法的进度 不担心 因为事实上 在第三委员会讨论的时候 因为就是关注到 现在在医疗事故法里面 是没有提及到保险的问题 我们在委员会里面 都很强调就是 作为一个对医患双方的保障 是必须将这个保险 作为强制性的 写入条文里面 这个基本上 都是一个共识 所以就不会拖长 但的确 会不会增加医疗成本 和可行性是如何 没有存在的 自己会把这种保险 因为我们最好 在某次走 因为我们的 亚团